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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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好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個蘇澳的魚太太 她去飯店 請他們去吃早餐 那我飯店的那個蛋 軟軟嫩嫩嫩嫩嫩滑滑滑 然後她就回家裡 來炒一個軟 硬硬 幫幫 脆脆 不滑又不嫩 到底是有什麼 健康一定要去飯店吃 才會滑滑嫩嫩嗎 當然啦 因為 你的薄薄 有啦 都不可以跟我們說 到底是什麼薄薄呢 今天節目中就跟大家說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薄薄就是一碗 有一個很好的好康的東西 在裡面 我們這個營養學裡面 叫做肉蛋白 這個肉蛋白裡面 所以你如果把它沾在雞蛋 你下去拌炒的時候 頭一口 在那很低溫的時候 它雞蛋就會翻頂了 不可以讓你炒到金光炒醬粉才會翻頂 所以在那很低溫炒熟的這個蛋 它自然就很滑溜很滑溜 喔 蛋白也不會硬掉 對…不會硬掉 我待會兒喔 第二的好處 你如果自己在那家裡炒 一堆久了 他們兩個會翻黑去喔 會翻黑 就是說你們兩個炒熟老 它的元素裡面有一個柳化鐵 喔 很快就會變黑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頭部就是這個 無鈴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喔 以我們現在三顆兩個來講 我們一顆兩個五十公協 三顆就百五十公協 百五現在三顆的量 差不多兩個人的量嘛 那兩個人 對啦… 好來 我們現在煮這個兩顆來 是 要記得喔 我們不必要很關鍵去炒鹽 不用 有什麼 炒骨的 因為你如果鹽放進去的話 鹽本身是一種 控不濁的調味料 它含有鐵質在裡面 所以讓它這個兩顆炒起來 不會這樣 那樣黃金那樣黃金的 就留著黑帶去黑帶 嗯… 我們可以怎樣 炒好以後 我們這三十分鐘 也在上面就好了 那鹽就是香的 對啊… 我們來看看 好嗎 好來 我剛才剛才說的 不要太多喔 我現在一茶匙 我們三顆兩個 會利用多多 這樣一茶匙 拌一拌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個一茶匙 是差不多15cc 我們牛奶 是不是有全紙 還是低紙 少紙對不對 脫紙 對… 沒有…我告訴你 你如果用脫紙就是沒有油 對 如果沒有油的牛奶 加底的油 你就加一些 喔… 你如果用全紙的 你的油可以比較少的 不要緊 牛奶裡面有牛奶的成分 現在我們注意看 我現在三顆兩個我用 注意看 一大匙 兩大匙 因為我們剛才用的是低紙的 你現在拌下來 勻下去勻下去就好了 來…我現在在開火喔 現在… 現在來開大火囉 來… 我們現在注意看 我現在這樣繞繞下 是不是水上來 對…是不是水上來 好像女孩子的磨… 磨臉的一個面膜 是不是水上來 真的耶 真的耶 有沒有 你這樣喔… 它水顏色 關於眼鏡你看到沒有 油…柔軟柔軟 已經熟了 不過喔… 很柔軟 有沒有 天啊這樣喔 對 哇… 很厲害耶 對嗎 還有牛奶的那種香氣 對 好…這樣就好了 好…蛋跟牛奶的香味 嗯…來 人家剛才喔 好像放很多的油 現在喔 其實… 沒有什麼油 來 而且蛋喔 滑滑嫩嫩 好…來 來… 我們現在上台才吃點點的鹽 就是這種早餐 飯店的早餐 因為我希望說喔 這種飯店式的五星級的炒蛋 那當萬一